6月6日,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如果美方一再升级贸易摩擦,中方将奉陪到底 针对有分析认为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意味着中国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高峰表示,中方致力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 事关两国人民的根本第一 事关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中方致力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但也不怕打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不断升级摩擦,我们将奉陪到底 当天下午,商务部发布了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 高峰表示,该研究报告用数据和事实揭示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本质和成因 以及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利巨大的事实 研究报告指出,美方统计的贸易逆差数据存在水分 难以反映真实的状况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美方出口管制等人为限制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受到两国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国际分工,贸易政策,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美双边贸易中,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 美方吃亏,中方占便宜的论调,完全站不住脚 高峰表示,中国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 欢迎各国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做法 给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损人害己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今年的1到4月份 中国进口大豆2439万吨 同比下降7.9% 其中,自美国进口431万吨 同比下降70.6% 自巴西进口1549.6万吨 同比增长46.8% 自阿根廷进口215万吨 同比增长23倍 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海外市场 根据全球贸易统计系统的数据 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 美国大豆对华出口 由2016年时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2.3% 下降到2018年的17.9% 高峰表示,中方对于谈判的态度非常明确 如果美方想要继续谈 就必须拿出诚意 纠正错误做法 合作有原则 谈判有底线 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